为推动原住民族碎石记忆文化活动也透过各项文化活动展现 邻居族人的情感及互助合作资源共享精神 新城乡公所团队和全乡的原住民相亲 在新城国中举办了原住民族传统体育竞赛运动会 和族人们一起同乐 为推动原住民族碎石记忆文化活动 新年乡长和立台去年上任之后 极力遵循文化祭典节制定 今年更是扩大办理新城乡109年度 原住民既能竞赛及原住民运动会 来自全乡的原住民乡亲好朋友们群聚在新城国中 一起来共襄胜举 新城乡公所秘书李宽涵表示 新城乡长和立台相当重视原住民的传统记忆 尤其是运动方面更是大力的推崇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联系主人们的相信力 传统记忆是需要永续的传承下去的 所以只要大家愿意 大家支持 大家肯定 我们这个运动会一定会持续的办下去 每年的办下去 因为 我们都是一家了 最后 因为天气非常炎热 我只有两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拜托大家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多喝水 真的要注意这伤害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要赶快告诉你身边的人 马上就会有专人为大家服务 一定要如果有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马上跟身边的人告知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注意安全 比赛非常重要 可是安全最重要 谢谢林郑文和田园先生也前来为主人们交打气 谢谢大家 因为 今天天气非常热 我简短的说 祝福我们今天原住民运动会圆满顺利成功好不好 谢谢 加油 注意身体健康 然后多喝水 我想 妈妈妈 我得了 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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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挥加 нем 我们的 娘otto 我们想去 马上 哪种亚 今天请天气烡热 请注意 补水 注意健康 在此代表委员祝福大家 工作团队在竞赛设计赛事上 也非常用心 活动设计皆适合老中青学子幼童来参与 分别为原住民小将狩猎狱 烟民手快 童心协力拨玉米 传统碑龙源源不喜 现金签 踏寻足迹 接力赛短跑等等 经过一天的赛事 最后有不农不落 获得总评分第三名 复兴部落第二名 嘉陵部落获得冠军 并且由嘉陵部落夺得精神总颈标 记得喜欢我们先讲报道